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几个字叫做英国特使进贡 就是把马格尔尼使团当作英国向乾隆皇帝进贡的一个使节团 那么当时马格尔尼等人对这个对这几个字的意思非常清楚 但是马格尔尼当时没有进行反抗 为什么马格尔尼这担心 如果这个时候提出自己的意义不同意 是吧 能进行交涉 就会使得他不能够进见到乾隆皇帝 就不能够达到通过进见乾隆皇帝 亲自向乾隆皇帝来提出英国的各个方面的要求 因此他就默认了清政府的官员 这个插的旗子 说他是朝共使 那么西方国家的这种 自甘卑贱的行为 他会进一步的加强清政府这种天朝大国 唯我独尊的这种心理 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 就是这个清王朝 他在入主中原之后 可以说是不断的开疆拓土 不断的扩大中国这种领土疆域 那么特别是乾隆皇帝 是吧 有一个叫做十大武功 是吧 平定金川 是吧 什么这个平定伊礼 收复台湾 所谓的这个十权武功 那么在这个时候 西方国家的使节也不断的来中国 那么这样就是清朝统治阶级 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呢 就是西方国家这些使节之所以来中国 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我们大清王朝太强大了 结为几国强大之所致 说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都有朝共国 说中国历史上这些朝共国之多 没有像我们大清朝这么这么多 因为什么我们大清朝太强大了 是吧 不断的扩大领土 是吧 有十权武功 那么外国人都很向往中国 产生这么多错觉 那么这是西方商人传教士 和这个外国使节来话之后 给清政府造成的一种错误的一种错觉 一种负面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西方人 给清政府造成的第二个 这个错误的影响 是这样 那么来中国的这些 外国人 他们的人品不一 那么这个其中有很多人 都是唯利是图 尔虞我诈的外国商人 来中国要获得利益 那么这些商人来到中国之后 为了垄断对华的这种商业 对华贸易 获得最大的利润 那么这些西方国家 来中国的西方国家 彼此之间呢 就互相的倾压 互相的排挤 互相的攻击 这个国家 就像清政府地方官员说 某某国家的人 他们是怀诈而来 不可禁 这些人很矫战 跟他们不能亲近 然后这个国家听说了 说那个国家 这些人说了我们坏话了 那么这个国家 也像清政府地方官员说 说那个国家 他们的商人 也是怀诈而来 他们是非常坏的 不可亲近 是吧 他们之间互相的攻击 互相排挤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中国人知识欧洲人 以为皆设立而忘义者 说这样就是中国人呢 认为这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 欧洲人 都是什么呢 设立而忘义者 他们只追求 这个利润 只求利 而忘义 是求利而忘义者 那么这是给清政府 这些统治者呀 对于欧洲人的这个认识 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 这种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 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最初来中国的时候 所带来的 不仅仅是商业上的竞争 是吧 要获得利益 不仅是这样 那么也不是给中国带来了 一个先进的科学文明 不是先进的科学技术 那更不是西方的那种物质文明 制度文明 精神文明 最初它带来的是什么呢 最初带来的是野蛮的烧杀截掠 是一种野蛮的一种行为 强调行为 那么这个问题不是说 我们对于西方人的一种污蔑 那么有一个英国的学者 他自己这样讲 他说呀 掠夺 谋害 及经常诉诸武力 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 说这欧洲国家通中国进行这个通商贸易 一开始 什么呢 就表现出一种掠夺 谋害 经常诉诸武力 他说这样 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 造成了 在欧洲人还未充分获得地位以前 他们已经获得洋鬼子 这个难堪的称号 这个英国人 外国人来中国之前 是吧 还没有占着脚跟 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一种正面的认同 是吧 就以烧杀抢掠 战争 获得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称号 对他们有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把他们称的洋鬼子 这样呢 就造成了 在中国人心目中 所有西方蛮夷的目的 就是战争与抢劫 就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 是吧 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文明 不是进步 是什么 掠夺战争 抢劫 是吧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中国的统治者 包括中国人民 对外国的这个认识 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他就更相信自己 中国 是吧 才是真正的 懂得礼仪廉耻 是吧 懂得上下尊卑的 这种进步的文明的这个 国家或者民族 是吧 而从西方来的 这些持民主义者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者 他是比中国周边的一些落后的遗敌 更加野蛮 更加落后的这个遗敌 就是在政治上 对他们采取了一种鄙视的行为 那么正是由于是吧 以上我们所讲的 这是各种原因 中国社会内部的 还有东南亚地区的这种因素 西方资本这个国家的 是吧 那么他们的一些思想 他们一些行为的影响 是吧 那么就使得 明星之际的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产生了一种什么思想呢 就是不承认外国 也不承认外国人 与大清朝是平等的 不承认 这种平等的关系 但是形成一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那么从这一点而言 就是清朝统治阶级 是吧 产生这种天朝大国思想 那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清政府的这种 天朝大国的思想 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是吧 也不符合近代的 这种国家关系的 这种发展的这种前腿 这种前景 是吧 不符合这种趋向 就是清政府的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迟早是要改变的 那么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但是 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强调什么呢 就是这种问题的解决 就是清政府这种天朝大国思想的 这种解决 是吧 它是需要的是中国自己的 一种反思 一种认知 然后自己要认识到自己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 有哪些落后的 自己要改变 是吧 需要的是时间的一种磨合 中外之间一种磨合 而不是外国的一种武力强迫 更不能采取战争的手段 来解决中外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 那么以上就是我所讲的内容 就是清政府形成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它不仅仅是清政府 一种主观的异端 是这种盲目的虚交自大 它是有着中国社会内部的 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着东南亚地区和西方国家 来华的这些商人使节 是吧 对清政府造成这种负面影响的 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就讲到这里 那下面我想讲第五个问题 中国古代 依靠 依靠 主重的坐姿 与跪拜礼仪的形成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礼仪啊 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当中的一种 表达方式 是吧 或者说一种 交往当中一种必要的形式 你跟别人交往 你总是要讲究一些礼仪 讲礼貌的 那么因此世界各个国家 那么都非常重视各种交往的礼仪 是吧 政治礼仪啊 外交礼仪啊 社交礼仪啊 是吧 什么这种宗教礼仪 是吧 有各种礼仪 那么因此说呢 就是关注这个礼仪 是吧 是世界各个国家 那么都关注的 是具有一种世界 世界普遍性的 这么一种文化现象 或者社会现象 那么前面 我们曾经多次讲到 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祖先 是吧 是一个非常热爱 这个和平 非常勤劳的这么一个民族 是吧 我们的祖先 创造了中国 灿烂的这种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那么同时 我们中华民族呢 他又是一个 啊 众义 好礼的 这么一个国家 众义 讲礼的 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有很多圣人 闲人 是吧 都提倡什么 追求 以礼制天下的 这么一种社会秩序 秩序怎么维持 社会秩序怎么维持 要讲礼 以礼制天下 那么正因为中国 自古以来 是吧 就讲求礼仪 因此中国 又被称作叫做 礼仪之邦 或者叫做礼义之邦 是讲究礼仪 讲究礼义的 那么早在 殷州的时候 早在这个 殷商 周代 那么在很早 那么这个中国古代 就制定了 帝王和官员的 这种官服制度 就是什么 封建帝王 是吧 他的文物百官 穿什么样的衣服 戴什么样的帽子 这是有等 等级规定的 那么同时 这伴随着这种 他的一种政治礼仪制度的 这个建立 是吧 有些像 拜 作衣 拱手 是吧 这样的这个礼仪形式 那么也就出现 慢慢的完善起来了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 这种社交礼仪当中 使用最多的 使用时间最长的是什么呢 是跪拜礼仪 跪拜礼仪 那么根据这个周礼的春观 记载 这是中国的一个古代典籍 周礼的春观记载 说跪拜啊 可以分为九种 有九种拜法 一约 鸡首 一约鸡首 其实我们现在有人看这个电视连续剧 就讲到说 首了 对吧 那么这是一种 叫鸡首 这是一种形式 那么二约呢 叫做顿首 我们现在有些人写信呢 还比较文的 到最后署名 某某某顿首 那么三约空手 四约震动 五约击拜 六约凶拜 那么它有九种拜 那么使用比较多的是前三种 就是鸡首 顿首 空手 这三种 那么还有一些 比这个跪拜礼 这个尊敬程度 更轻一点的 有什么呢 像弓首礼 作一礼 那么这是比这个跪拜 那么更 表示这个尊敬程度 更低一点的 更轻一点的 这种礼 那么我们如果 回顾一下 中国这些 见面礼 是吧 社会交往这些礼节的 它的出现的这种情况 就历史事实而言 跪拜礼的最初的出现 它不带有 或者说 主要上 主要方面 并不带有 十分严重的 这种人格屈辱的色彩 那么最初 它是没有什么那种等级制的 并不带有一种 对个人是什么一种屈辱 没有这种色彩 这个跪拜礼是怎么出现的 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中国的上古的时候 无论是宫殿 是吧 还是这个停使 无论是官府 还是民宅 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是吧 有这个桌子 有椅子 是吧 甚至有沙发 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当时 无论是男 女 老 幼 富 贵 贫 贱 社会所有阶层的人 是吧 一律呢 是席地而坐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成语叫做席地而坐 那么什么叫席地 那么席地呢 就是说人们在地上要铺一张席子 人们坐在这个地上 这个席子上 这叫席地 有身份的 有地位的 这些人 他们在席子上 可以再加一层席子 也就是说 人们的身份地位越高 他所加的席子的层数就越多 那么在这个礼记 礼器当中 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天子之席五重 天子 他所做的席 可以放五层席子 五重 诸侯之席三重 诸侯三层席子 大夫再重 就是士大夫 士大夫 他的席子是两层 说再重 那么我们现在 是吧 是以这个主席 旁席 侧席 是吧 来区分 是吧 这个人所在的 这个地位 是主要的 还是次要的 是以这个来区分 是吧 我们现在说 有个主席台 是吧 那么就是从这个主席 他的地位更重要 更高贵 是吧 那在古代 他不是 是吧 用这个 你这个所在的席位 是主 还是次 当时他也有这个 主和次 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表现 你做几层席子 做的席子越高 层次越多 那么你的地位就越高 那么这是席地 席地而坐 坐是什么意思 那么当时讲这个坐 它不是像我们现在 是吧 两个脚 垂在地下 是吧 我坐在这个椅子上 坐在沙发上 不是这样 那么当时的坐呢 就是类似于 我们理解的这个跪 怎么样呢 就是他要跪在 两个膝盖 要跪在这个席地上 或者床上 然后呢 把自己的这个臀部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以尽尽尽就是臀部 坐在自己的 两个脚的脚后跟上 这样坐稳了 那么他就叫坐 他的这个古代记载是这样 两膝着地 两膝盖着地 以尽主重 就是以自己的这两个臀部 坐在这个脚后跟上 重 是脚后跟 以靠主重 而安者为坐 就是人们是坐在 跪在地上 臀部 放在这个自己的两个脚后跟上 这叫坐 那么这个时候的坐 相互之间 并没有一种 什么上下尊卑的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相互之间就是相对而坐 没有一个什么上下尊卑啊 也不是说某一方 表示自己很卑下 向另外一方表示知性 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人们在这样做着的时候 如果说为了表示 向对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